台灣旅行團在中國福建漳州發生翻車意外 其中一名死者林太平是台東縣民 目前遺體已火化放置台東市立殯儀館 縣長黃建廷5月28號中午特別前往慰問家屬 並執政慰問金 有關家屬提出大陸未開出死亡證明無法入塔的情形 縣長也指示社會處及民政處 全力協助家屬處理相關後事事宜 其中有一位罹難者林老先生是我們台東縣的縣民 昨天晚上他的骨灰送回到我們台東 我們縣長特別指示社會處去家裡做關心、訪師、了解、慰問 縣長今天早上特別在百忙之中 也率同我們民政處跟社會處 一起來關心林老先生的家屬 並提供後續必要的協助 目前了解這個家裡大致生活上還過得去 我們表示慰問之後 如果有後續的其他的輔導協助 我們社會處會繼續來最終來辦理 東天新聞帆耀麟台東縣報導